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的7月5号星期天啊,明天就要开盘了嘛,那么我今天把该说的都说完吧,先简单解释一下那个,那个是微笑面的事情啊,就是我原先不是有一个号码,就是那个我们常用的那个绿色的,最统用的那个,但是呢,呃,第一期学员班培训结束以后呢,就被封了, 那这个号就不用了,但是很多学员都不知道,包括以前的老粉丝都不知道,还在用那个号给我发,你们发是可以的,但是我也可以看到,但是我回不了你们,我怎么能看到呢,我自己摸索出来的,就是这个号被永封了以后啊,我是可以进去以提取现金的名义再次登录的,但是我登录进去,我可以无数次登录,但我登录进去以后,我看不到,我能看到你们给我, 我的心,但我不能回你们,那我用什么办法呢,我点你们的头像,我就可以看到你们的,那个,微号,对吧,然后我用我的新的那个号,再去加你们这个微号,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,就是你们,这个微号啊,不要去,啊,自己去设置一下,尽量不要有下滑线和横杠,这样的容易,别人找不到, 特别你如果不去设置,它自动给你的,WXID,下滑线,这种啊,加不了的,所以说,自己去改,改一下微号,改成那种通用性的,英文字母加数字啊,这种,那别人,要加你就很方便,我加你也很方便,啊, 能明白了啊,就是老用户,老粉丝,最主要是第一批学员,你们都认为有我的联系方式了,你们发给我的很多的私信,不是私信,你们发给我的那个信息, 我能看到,你们会认为我好像架子很大,不回你们,其实是我能看到,但回不了你们,啊,好吧,就是那个LHY-33这个微号,不用了,不用了啊,这个你们全部删除掉,不用了,我现在的信号是LHY-519这个号,好吧,那么这个事情说明,说清楚了啊,都能明白了,那个原先老号你们都删掉,LHY-33的都删掉,不用了, 好吧,那个其他的要说什么,啊,那我就说今天的主要内容吧,主要内容我想说什么啊,我想说的是,人在,我们在做这个票的时候啊,在做那个大A世界联丸,你千万不能够死硬的某一个头,就是换一句话说,二十年前一句话,你不要做, 死多头,也不要做死空头,要做滑头,啊,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,就好比,我前一阵子,我,包括前一阵子一直在说,要调整的,要调整的,对吧,这个斜杠网上不会出牛市的,对吧, 那么他真的如果出了牛市,所谓的牛市,那么你错过了,你怎么办呢,要不就是忍受,要不就是适当的仓位跟着做了,你不要去,怎么说,不要去,很一根筋的,啊,我认为他要调整,我就不参与,我一分钱都不参与,我就要等他下来, 这种往往会把自己心态弄坏,而我的做法,就是我知道他要调整,但是我看到,现在有机会做,那我就做,即使调整了,那么我最多心理承受好,这一部分仓位被套住了,无所谓,因为我知道他后面一定会再起来,这是基础,能明白我意思吗,那基于这个基础, 我说一下,从那个图形上看啊,呃,我们至少后面一个月不会有大问题,啊,为什么会这么说啊,我用另一个手机,我看到了那个图形,我说一下啊,你们可以打开那个,呃,大盘,大盘的那个周线,大盘周线的话,我们今天的这个大盘周线是很漂亮的,上阵啊,我说的上阵是说,我今,那个是一个光头放量的,那个周K线, 这个周K线,你可以去参照前面的,用我的理解,只要这根放量的周K线出现,出现以后,一个月以内,我的经验是一个月以内不会跌破这根周K线的,啊,当然会打脸,但是大概率来说不会,是我的经验,为什么呢,你可以看一下,你可以最,最近的,就是2020年2月7号的这根周K线,放量以后,即使后面被暴跌,但是在上面要,起码要,四周,在这根光, 光头的那个,周K线上面,对吧,再明显的就看,去年的,2019年2月15号,这根放量的周K线,它后面再放量, 2月22,2月22号,这根周K线,后面3月1号,就2019年啊,3月1号,这个周K线,又放量, 连续两根放量的周K线,那最起码要8周以上了,对吧,后面确实在,在头部顶了8个,差不多两个月吧,那也就是说,我们的这根,上个星期的这根周K线啊, 现在啊,我说的现在,这根周K线啊,是光头的,放量的,对吧,那么,有可能会成为,2月22号,这根, 就是2019年2月22号,这根,对吧,是第一根,如果后面再出现这样一根的话,那这个行情就不得了了, 但是,至少,即使退一万部抢,像2020年2月7号这根周K线的话,那么也至少有一个月要做,对吧, 你不要想得太远,你就想,一个月够不够,足够了,你要等一个月,那么你这个一个月是做好还是不做好呢, 对吧,当然做了,为什么不做呢,不要去死命的去刻板的去遵守某一条, 有些东西,我昨天说了,是要遵守的,什么不碰,什么不碰,ST不碰啊,配置不碰啊,融资中圈不碰啊, 股指起货不碰,可以,但有些东西不要,不要那么死板,好吧, 然后再说一下,你再调到那个上阵的指数的那个周,月K线啊, 你看好,月K线更不得了,月K线的话,我们现在已经连续四根了,四根阳线了,对吧, 那包括七月份这根啊,四根,你看历史上,以我的经验来判断, 历史上连续出现四根的月K线啊,那超级行情, 我印象当中,06年,你可以看,06年已经看不到的话, 09年,这个大反弹也有,最明显的就是14年,14年的七月底, 连续四根月K线放量的话,那后面是超级牛市来了,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,对吧,那么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月K线, 是不是很像四根放量的小,微微放量的那个小的那个K, 月K线呢,对吧,如果这个成立的话,那后面就超级牛市, 那也就不要等什么调整了,对吧, 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要走一步看一步, 你先规划好,规划好自己的规划,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, 他,我认为他可能会调整,但是如果真的调整不来呢, 你死板的就扛着,永远不参与了, 那么也可以啊,人生又几个七年轮回呢, 对不对,好吧,我今天讲的东西不知道你们听明白没有, 没有听明白我也没办法, 我相信很多人都批明白了,对吧, 什么方向我昨天也说过了, 大市值的,最好是, 我个人认为是券商和那个免税, 这两块是近期的大热点, 那么如果你还是, 我也说过医疗那个大基线芯片, 这个绝对也是长线看好的, 但是如果你要去近期要去参与这三个的话, 你尽可能去挑大市值的, 安全编辑会更高, 好吧,这是我的个人见解, 都可能是错的, 那么最后还是那个老规矩, 你想将到市场最低的, 万一免武的联系我, 好吧,联系方式, 我不要再说了,点我的头像, 里面去找, 然后那个或者发私信给我, 直接私信里面就有你的联系方式发给我, 那我就更方便了, 好吧,还想了解条件, 但只能这样自动作替的也联系我, 谢谢大家,拜拜。